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我要去那个办公室了 还要走好远八个小时 因为在百类公园最著名的两条图图路线 一个是W线一个是O线 我就是想挑战一下O线 O线比较远嘛 一般都是9到10天 来了这个办公室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 我还是想完成它这里最难的那条线路 O线路 是正常是9到10天的 但是因为它不是很多地方 没有那个位置去露营的嘛 我就其中把两天到三天的一条路线 浓缩成一条 也就是那一天我要步行27公里 正常别人走两天的路 我就想挑战一下 我看能不能做到 这是我画的一个线路 然后我已经在他们家买了 三碗住宿是花了199刀 其中有一碗是那个120刀一碗的 就是宿舍 第一碗到这里 第二碗到这里 第三碗到这里 第四碗到这里 第五碗 这里是正常两天的线路 到这里 然后第六碗到这里 然后一共是六碗七天 第七天是这上面 我现在这边买完了之后 去下一个地方买 像他们这里付款呀 不接受用现金付款 也不接受PISO 所以一般就是直接用的是美元付款 然后还不用交这个税 还需要你的护照 跟你的入境的签证的那个章做付印 所以你们一定要带护照过来 我现在又来到另外一个工作室的办公室 然后又成功的买了三碗 也就是总共我是这个行程是七天六碗 这样的话就是我总共六碗的价格 露营的价格算下来是 露营费是二百六十刀 然后还要加五十刀的那个 国家公园的一个入场费 差不多就三百刀全部了 中间可能还要付一个八十费用 应该就三百多刀吧 爬这个百类公园的这个欧线 已经是我现在能找到最便宜的线路了 中间还包括一百二十刀一碗的一个 体体宿舍就是那种床位房 一百二十刀一碗呀 好贵啊 后来我一想想 本来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价格的 但是我之前不是在 科罗拉多划雪的时候 那时候心里好像都是一百多刀一碗 这么一想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我这个线路总算弄完了 昨天晚上给我找这个东西 弄了我一晚上 本来我今天如果在七点钟起床的话 我应该可以盯到周日的 但周日的那个路要贵很多 有两个晚上的那个一百多刀一碗的宿舍床位 我觉得太贵了 我就等 然后我就等 多等了四天到下周一的 我就可以出发了 现在来到所有的一个预定信息啦 就等那一天来就行了 那我就要准备的是什么 我的睡袋 防水库 然后还有什么帐篷 食物 花一周时间去准备这些 因为整个山上是没有网络的 只有营地 可能你要花十一刀买一点点的网络 太贵了 所以我就提前把所有的视频全部剪起来 看这几天全部疯狂剪视频吧 快看天边的云彩 分成了好几个颜色 成了渐变色 白色 灰色 粉色 紫色 太好看了 因为这次呢 要徒步是八天了 七天 所以我要重新来买一些登山需要的必需品 因为中间也没有地方洗澡 试纸巾啊什么的都要背上 我发现这的他们的这个露营的真贵啊 你看这里是一万八 合下来是一百六十五块钱 然后我在某宝上一模一样的只要八十六 相当于差不多翻了三倍 这个也是好贵 几十块钱这儿要卖将近三百 所以如果你们要来一定要提前买 the next day hello大家好 真的也看到了 太阳还没出来 我不是下个星期的那个行程去爬山吗 那我中间就多了一个星期 不能在这儿待着呀 我就决定 把这附近的一些小镇子 就全去走一遍 在十六号之前回来就行 所以现在我要坐车 去阿根廷旁边的小镇子玩 之后再回直立 真的是千算万算 没算到我的签证它过期了 哦现在就只能回新雨了 啊很烦 刚刚在这里已经把重新申请了阿根廷签证 因为我在这个公交站网络不好 还一直在不停的断碗 我好多那个资料 我还有一页资料没填 然后我就点错了 我想点上一页重新填写资料嘛 弄得我整个那个资料直接提交了 有点懵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出来 而且阿根廷签证好贵啊 自从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物就是它的那个跌了之后啊 200刀 三个月的签证 我是去年9月份申请的 到到现在已经过期了 又重新申请了 200刀加那个6块钱的手续费206刀 我发现我这个腰真不行了 哇我早上一路过来赶那个巴士嘛 我就没有扣腰带 我现在这个腰嘎嘎疼 哇走路走每一步都跟那个真渣一样的 反正我腰不行了 哇彩虹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我 我本来还以为明天我可以去他那个阿根廷了 我阿根廷签证被去签了 是我旅行了这么多年以来 我的护照去申请签证 第一次被拒钱 从来没想过是阿根廷 他签证费特别贵 206刀 1400块钱 三个月 我签了两次2800块钱 这次我花了两分钟鸡的拳鸡 这次我花了两分钟鸡的拳鸡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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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这个干果 巧克力 一瓶酱油 加一个那个辣椒酱 一起是15000 130块钱 the next day 快来 快来 谁家的妈咪怎么好咯 今天出去买了一公斤牛肉 花了80块钱 我要开始准备我要去徒步的伙食了 然后八天嘛 肯定要备点肉啊 虽然我前面已经买了20包泡面了 但是不能天天吃泡面对不对 先把它 看什么呢 切成一段一段小段的 然后还要 把它们卤了 卤完之后呢 按照每天的 要吃的量 给它分装好 这就是我 对我这八天的饮食计划了 包括我还有带了一些 巧克力呀 坚果呀 然后准备了灶 昨天去买了一个灶 随时可以加热食物 你能买一个特别大的灶 那种三分钟把食物加热好了就行 就每一个 切成这么小的一个肉 肉炖 刚好是一顿吃个几块 这样我在户外我也不用用刀来切它了 真难切 这买不到八九 我就用桂皮香叶茴香 姜 大蒜 然后葱 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卤一下 能保证它在四五天左右不坏就行 我可以稍微做的咸一点 到时候就可以放在我的泡面里面了 做红烧牛肉面 嘿嘿 每一块刚好是这样的 这就很棒 嘿嘿 要全部切好了 抬了一点蒜跟姜 然后先锅一遍血水 我们亲女的刀太慢了 我就直接来他们卖肉的这买肉 然后自己在这切了 老板把我录像削死我了 不然嫌 想完肉回来了 刚刚买的那一公斤完全不够吃 我要入过一个地方了 让我来测一下我今年 我今年的月是旺不旺 看 连狗都知道我今年很旺 回去吃肉去了 衣锅已经出炉了 我把亲女的人都香哭了 所有人都尝了好吃 问我怎么做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平时 烘暖的地方 我就把我的肉放在这上面烘 烘一天之后 明天就变成牛肉干了 就可以变成徒步路上的 这个凝食 把牛肉盛出来酿干 然后等会就可以分包装了 在这个亲女休整的那两天 终于等到了15号 明天我就要去徒步 国家公园了 百类国家公园 今天要提前去买80票 然后要准备这7天的食物 包括帐篷 睡袋 全部都要准备 现在先出发去公交站 但是那些食物什么的 我都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这边就是公交站了 花了一万批锁 在这买了一张票 然后它的这个票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种手写的 然后这边出发是早上7点钟开 6点45到这儿 如果你买来回票的话 就是便宜一点 只要一万八千 但是他们回来的票呢 是从那边就是 晚上的7点45开到这儿 所以我就不确定 我什么时候能到达那个点 我就没有买回程票 因为在那边还有好几个公司也卖票 他们分别是下午三点 中午12点 早上11点都有票 就是再回来这儿 票也买完了 回去收拾行李了 然后明天真的要出发了